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五百一世纪 倾泻 这右侧的道路延伸而出 两旁虽说也有围栏 但围栏之外却不再是池塘 而是一处竹林 谨慎的前行中啊 忽然 王林脚步一动 抬起的右脚缓缓地放在了原位 他身子一动不动 但双目内却是有静置符纹闪烁 此地前方十丈有一处听械 这听械之内圆桌旁啊 有四个石凳 圆桌之上放着一个酒壶 与几个杯子 王林目光一凝 眼露警慎之盲 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这听械十丈内 尽致完整 没有丝毫破除的痕迹 这听械内 十桌之上的酒壶 定有乾坤 我顺着前人 破除的痕迹走来 在这里 那强行破除尽致之人 却是止步了 王林沉吟少紧 退后几步 双目禁止符纹闪动 仔细地观察起来 渐渐地 他面色越来越凝重 原来如此 这听械内的禁止 其内有数万种变化 若是不能全部推荐而出 一旦踏入其十丈之内 定会引发禁止之危 即便是强行破除 在那数万种变化之下 除非修为惊人 否则也很难全身而退 另外最重要的 这听械所处之位 显然是这四周 须与禁止的一个中枢点 迁移发而动全身 所以那不知多少年前 来到这里之人 选择了退禁 这禁止虽强 可若是那擅长梅花十八禁之人来自 消耗时日之下 定可破除 由此可见 我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 这前方无人去过 王林深吸口气 眼内又兴奋之忙闪过 他进入这洞府内 所见一切都是被人 风卷残云后的残骸 这就好似是进入了一座宝山 可却发现这宝山 早就被人挖空了 眼下在他看来 这听械便又是一座宝山 压下心底的兴奋 王林定气凝身 又仔细看了几眼 索性盘膝坐下 研究起来 这听械外的禁止封印 就好似一张张密密麻麻的网 寻常之人不可能发现 可落在擅长禁止之人眼中 却是根据经验不同 所看也是大有不同 想要破除这里的禁止 第一步便是要观察 王林这一座便是三天 三天内 他的双眼渐渐有了细密的血丝 在其脸上隐隐露出疲惫之色 只能看到三千多种变化 距离破针还有一段距离 可这阵法禁止 眼下处于静止之中 很多变化不会展现而出 王林沉默 右手默然抬起 向前一弹 顿时一道先例 从其手指射出 直奔着听械而去 弹出此指后 他身子没有任何犹豫 以极快的速度立刻后退 急速快到几乎出现了残影 只见那一道先例 刚刚进入听械时掌内 立刻砰的一下崩溃了 化作点点精芒消散 与此同时啊 就好似往油锅中 投入了一滴水般 一股爆炸性的气息 疯狂的从石杖内涌现而出 一时激起千层浪 疯狂的气息 充满了暴虐之力 从石杖内 如怒浪般席卷而出 几乎瞬间呢 便疯狂的延伸 若非王林早有准备 急速也是极快 怕是将会立刻被这怒浪覆盖 一直退至百丈外 王林身影才停下 他的双目尽管在退后中 也始终盯着停歇禁止 此刻更是闪烁着明亮光芒 刚才那一瞬间的禁止变化 不下上万 王林沉默烧起 潘息坐在原地 继续推演 时间流适 转眼间过去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 王林尝试了数次以先例引发禁止 借此查看其内变化 每一次他都大有收获 其脑中渐渐浮现出了这听屑外绝大部分的变化 同时在这一个月来 他的推演没有停止过半戏 其双目此刻通红一片 似于低血 这一个月 王林已然忘却了一切 他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处于别人的洞府之内 在他眼中 唯一的事情便是破解这个禁止正法 越是研究越是推演 王林便越是觉得大有收获 这个阵法禁止内 包罗万象 其内种种变化 在他的研究之下领悟更深 王林所学禁止是在古神之地内 他所学乃是上古禁止 其后在朱雀星平原的地下洞府内 在那里偶然间查看了大量的典籍 再加上此后数百年来 不断的摸索与融合 对于禁止的掌握较为博杂 积多加所长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随着时间的度过 当999组进方完成 他的禁止之数达到了一个瓶颈 凡是研究禁止之人 此生都会遇到多个瓶颈 若是无法迈过 那么研究将会止步 这瓶颈无形 但却受很多因素所致 王林这一个月的研究 见闻大增 听谢禁止内的种种变化 好似给他打开了一条通道 他不知不觉中便击碎了那瓶颈 展现在眼前的是笔直的大道 他此刻有四成把握可以破除此阵 这把握虽说只有四成 但要知道即便是研究了千年禁止之人 面对着听谢禁止也最多只有一两成的把握 唯有那些万年老怪 其阅历与见闻极广 才敢言及有四成以上把握 若是那擅长梅花十八禁止人破解 恐怕把握会有七成以上 王林沉吟许久 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继续推演 又过了一个月 王林自信这禁止的变化 他虽说没有全部掌握 但破除此阵的把握 却是有了五成 这一日 他神态从容的站起身子 虽说双眼一片血丝 但他的精神却是极佳 他身子一动 瞬间便来到了听谢使掌外 双目闪烁 计算之下向前踏出一步 这第一步 王林没有半点紧张之色 他有十足的把握 不会出现任何变故 不会引动这禁止阵法 一步踏出 四周没有任何变化 王林神色如常 再次向前踏出一步 一步刚落 他又一次踏出 三步一丈 他一连踏出九步 这九步他好似演练了 无数变异般 极为从容 如同行走的自家花园般 没有任何异常之色 九步而顿 王林墓内又禁止符文闪烁 他抬头看了看前方七帐外的停歇 右手掐指 默默计算少请 随后再次踏出 这一次 又是九步 此时他已经走出了六帐 六帐的距离 虽说不成 但却是王林全身心的透入其内 推演了两个月 方才计算而出 这六帐 即便是一些数千年的老怪 恐怕也不会轻易度过 六帐之后 王林目光一宁 没有继续前行 而是退后三步 从侧方踏出 走出九步 随后 他再次退后三步 改变方向 直奔 正前方而去 他几乎是绕过了一个小圈 来到了距离听械三丈之处 他神态从容 这一切都是在他的推演之中 种种变化 尽在心中 这每一步 实际上 他都是在脑中 推演了无数次 最终才可以确定 正因为胸有成竹 所以 他才会从容踏步 王林知道 若是自己一步走错 那么身处这禁止之内 定会受到强猛的反噬 前六帐倒还好些 唯独这最后四帐 以他的修为 一旦走错 将会万劫不复 但事情并非是绝对 这禁止之内 始终有一线生机存在 若是在危机之际 踏入这生机之上 便可保命 这也是先进的一个特点 只不过这一丝生机 不是固定的 他随着禁止变化 无时无刻 不再改变方位 王林这两个月 他推演的重点 除了这禁止本身之外 便是这生机的方位 从六帐到七帐 这一帐的距离 他之所以绕了一个小圈 便是因为生机的改变 他始终保持自己 距离生机 只有一步 此刻 他站在七帐之处 宁神掐指 计算少请 目光一闪 身子向前一踏 这一步 他直接踏出了一帐 落脚后 王林立刻又踏出一帐 但在落下的瞬间 王林面色一变 他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向左侧迈出半步 就在这时 停泄十丈内 立刻出现了一股黑色的飓风 这飓风凭空出现 一股暴虐之力 顿时云涌而出 这飓风内更是有一道道 黑色的闪电滑轨 几乎转眼间 这十丈之内 便好似毁灭了一半 风雷滚滚 闪电霹雳 这毁灭性的力量 别说是王林了 即便是问鼎修士 若是在其内 持续超过三星 也会身亡 尤其是那闪电 好似游龙横扫之下 可以摧毁世间万物 在这十丈的飓风内 王林的身影不断的移动 交错在那闪电之间 它每一步都是踏在生机之上 若是稍有不慎 就会被那闪电击中 唠得原神俱灭的下场 刚才的那一步 并非是它计算错误 而是这阵法禁制 不知为何 居然颠倒过来 反方向运转 时袭过后 飓风立刻消散 好似从没有出现过一般 随之一同消散的 还有那黑色的闪电 王林身子一晃 直接踏在了停泄之内 度过了这十丈的距离 但他的额头 却是有大量的汗水流下 在他的身子 踏入停泄的瞬间 停泄四周 十丈立刻闪烁明亮的光芒 这光芒万丈 照耀之下 四周的景物立刻大变 只见在这停泄后方 如同拨开云雾一般 展现出一处假山之地 地面上更有青草处处 除此之外 更有竹林引漏 与之前四周 便已经存在的竹林 连接在了一起 四周的景物大变 就好似绝处逢生 出现了另一片天地 与此同时 一个平淡的声音 从虚无间飘来 落入亡林的耳中 这声音传来的瞬间 一道精芒从远处飞来 停在亡林身前 这是一枚水晶令牌 它只有手指大小 飘在半空 散发阵阵七彩之光 此为洞府之令 持此令 可尽洞府 王林拿住这水晶小令 深吸口气 目光投向着停歇 停歇那样 无论是十桌十椅 均都有尽致守护 不可轻易触碰 只不过相比于十丈尽致 这些尽致的威力 便弱了许多 说一只物啊 王林没有去看 他的目光重点落在了那圆桌之上的酒壶 酒壶的静置虽说精妙 但却难不倒王林 略一推演 他右手向着酒壶点去 在距离其三寸之外时 一道好似水面般的波纹 立刻波动而出 王林的手指点在了那水波面上 掀起一层涟漪的铜身 他迅速抬起手指 一晃之下 一道静置残影 从其手中闪烁而出 落在了水波纹上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作者耳根 演播丸子冯宝宝 后期制作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